Hello 大家好 奶奶刚才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在这个老房子里面 收拾出一张1962年的一脚钱纸币 这种纸币奶奶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收藏 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 刚才也拿给我看一下 但是这种纸币我都没有见过 确实非常古老 听说这种一脚钱纸币 年代久一点的 有的都能值几千甚至上万块钱 也不知道奶奶这张一脚钱的纸币 能不能值这么多钱 现在就去叫奶奶拿到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谁更懂行的 现在郡基里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张一脚钱 这应该是正面吧 正面颜色看起来有一点点偏红 右上角这里写了一脚两个大字 然后这边是一个阿拉伯数字1 再下来这里就是拼音一脚 然后中间这里 底部这应该是编号吧 写的是44648090 然后上来这边是有一群人 应该是要去干活的样子 第一个人背着有一个连铲 然后后面有锄头 还提着有桶 这应该是要准备去农田里面干活的样子 然后这边上面写了中国人民一行 帮我背面来给大家看一下 背面的颜色就偏红了 在右上角这里有个国徽 然后下面还写了很多民族的文字 这边中间这里一个小小的 这里写的是1962年 上来这边有个很大的衣子 然后边上还有很多花纹 应该是什么植物的花吧 这张纸币 虽然说奶奶已经放了有50多年了 但是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完好无损 没有什么损坏 奶奶一直都非常好的收藏着 现在也不知道这张纸币还能值多少钱呢 有没有哪位网友知道的 像这种纸币 有没有网友也会收藏呢 这种纸币我在网上看了一下 确实是非常的值钱啊 奶奶当时也就是随手收藏的 但是没想到一场就收藏了有50多年啊 其实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我们村里面也来了很多外地的老板 来收购这种纸币 还有硬币之类的东西 当时也有老板看中了这张纸币 但是奶奶却没有卖给他们 现在又已经放了有十几年的时间 因为对这种纸币我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我只是在网上看到 这个年份的一角钱 值非常多的钱 看我们视频朋友 你们知不知道这种到底年值多少钱呢 现在把这张还给奶奶吧 这些视频就录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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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